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马总统依旧提名他担任大法官 新任的大法官 这个消息今天在媒体披露之后 当然引发各界哗然 时间不到24小时 马总统早上正式接见四名新提名的大法官 我们发现挣钱换将了 最后邵燕林被拉了下去 改由宪法专长的行政法的法官汤德宗出任 原本不是名单内的汤德宗 临时递捕 替换引发争议的邵燕林 马总统新提名四位大法官 最先居然出现邵燕林这个名字 大家可能不认得邵燕林 但提起去年8月 曾经对三岁女童遭性侵 做出无法证明违反意愿判决的 就是她引起社会争议 这一回居然遭马总统提名 争议人物邵燕林 30日晚间被总统府提名 结果不到24小时 邵燕林为了避免各界困扰 让大法官提名顺利 狠辞 找到提名 我们提名之后 希望在立法院同一权行使的过程非常顺利 因此我们会安排各位将来去拜会立法院各党团 接接马总统笑笑还说希望人选能在立法院顺利过关 据了解 蒂布的汤德宗拥有高学历 专长 宪法 行政法 环境保护法跟政策 提名恐龙大法官 马总统临时振钱换将就判能止血 三连新闻 林建宏 宣文豪 台北报道 虽然振钱换将似乎在亡羊补牢 但是在整个大法官提名的过程当中 竟然没有发现出现这么一个恐龙大法官 我们的总统究竟在做什么呀 总统府上午也立刻开了记者会做了说明 来看看总统府的发言人罗志强怎么说 那么总统在决定被提名人选的部分的话 那么主要的参考依据 仍然是从所谓的神剑小组所提过来的名单 那么做一个基本的一个参考 然后从中来去做决定 那这是整个的过程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我刚刚已经说过 虽然在整个的了解过程当中 做了很多的努力 但是也的确有不够周密的地方 那这一点我们会更加注意 在未来的审建过程当中 避免这些不周密的情形 但是总统府发言人罗志强刚才最新的一个回应 说是审建小组推荐人选上来了 但是呢推荐的人选 总统府最后的把关也没把关到有问题 只好说呢是坦诚疏失 未来会更加的谨慎 但是面对这个结果大家可以接受吗 虽然亡羊补牢立刻换人了 但是这样的一个统龙法官 竟然被提名成为大法官 大家还记得去年做出这个 无法证明违反三岁女童意愿的争议判决 在去年还曾经引发一场白玫瑰大游行 但显然我们的总统没有关注到 这个问题有多么的严重 今天这个讯息让朝野立委跟民间团体 都大骂总统真的太荒唐 虽然立刻换人了 但是立委们依旧认为 马总统是个昏庸总统 被网友称作恐龙法官的邵燕林 曾经被网友联署抗议 满是争议 却反而被总统向重 一要成了大法官 连莱茵自家立委都反弹 或许是因为争议不断 府方也紧急把邵燕林的任命案喊咖 连大法官提名都一变再变 立委局一马总统是人不明 如果马英九不知道这样状况 那他真的是昏君 那如果他真的是知道这些状况 又提名邵燕林的时候 法官的时候 那他们真的是共犯是暴君 我没有看到他去做任何的呼吁 或者是督促 我觉得白门贵对马总统很希望 民间团体曾经发起游行 呼吁淘汰不适任法官 千人上届的呼喊 马总统似乎没有放在心上 三立新闻综科报导 人民要对这个失望的恐怕 还包括了外交